發我命中 不是的,其實長哥 照我所知,有很多醫生 其實他們都不懂營養學 在2018年,外國有一份科研報告 統計證實全世界所有的醫學院 都缺乏營養的教育 建議所有醫生應該重視營養的教育 因為人的生命是由飲食而來的 所以是要有的 但很可惜這麼多年 無論多少份研究出了 他們都不改 仍然是認為人和飲食不是很重要的 另外,對於你剛才說的中醫 基本來說,他們都沒有營養學的教育 而傳統的營養師 他們傾向西醫的部分 所以,他們設計的飲食餐單很奇怪 譬如你在醫院看見 譬如腎臟病病人的飲食 他建議吃鹹魚雞粒炒飯 喂,腎病啊 你給他鹹魚雞粒炒飯 你就打算送他一程 這是很荒謬的飲食問題 不過,剛才你提到菠菜 我有一點點的說法 在我們整傳營養學中 我們不建議吃菠菜 原因是因為 很多人說菠菜鐵質高 美國不是大力水手拍牌 不是菠菜 但是,原來當年 為什麼美國人 他會推崇這個大力菜 因為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希望能夠鼓勵他們美國國民 強壯些 鼓勵食菜 因為二戰後 鼓勵食牛肉 那時候窮 二戰後,各個國家都窮 打到殘了 鼓勵食大力菜 原因是因為 他們在國內做一個營養調查 那個調查員 就不小心地 在菠菜鐵質那裡寫法 小數點後 就點後了一個位 結果就認為 搞到鐵質無緣無故打了10倍 然後鼓勵 但後來這件事就被揭露 但因為已經是宣傳了 沒有辦法回頭了 所以到今時今日 仍然有很多健康食品 就以菠菜為由 其實菠菜的鐵質不高 但有一樣的很高 草酸 所以其實對身體不太好 草酸過度收斂 所以其實對我們的腸胃 其實不太好 亦都影響腸道菌蟲 所以在我們的整傳野口裏 我們不建議吃菠菜 就是這樣的情況 反而會建議吃很多不同的蔬菜 都是建議不要將它陷入 煮得太過度 因為煮得太過度 都是建議沒有生命力的 現在我們醫學界的營養知識 真是幾乎零 你們在說兩件事就知道了 隨便去問我們香港的西醫 那邊不知道有沒有西醫 你問一下 他問一下 在讀醫那幾年 上過幾多小時的營養 你問他 美國最厲害的 美國最厲害的那幾間醫學院 包括哈佛 是六小時最多 所以如果我跟長哥說久一點 你們比他們厲害了 六小時還是不用考試的 你們想一下 我讀一個課程 最多六六小時還不用考試的 你會有什麼態度讀 我讀香港 不是必修科 還要 我問到你 是零小時至六小時 他不讀的 不是必修科 所以不讀的 他想讀都不多過六小時 沒錯 不用考的 還有另外一個證明 你可以去檢查一下 就是當多次在美國的調查 他們問家庭主婦 他們問西伊 關於基本營養學的知識 每次都是家人中獲利人 勝出的 沒錯 有時候我見過 那時候我見過 無線電視 中間不是有些婦女節目的 那些營養師 香港主持營養師 上去教他們 煮 這個叫做煎 都還要加鹽 你知不知道 基本來說 在飲食上 先不要說長哥那部分 不吃肉 就算你吃肉 你知不知道 甲殼類 即是蝦蟹龍蝦 那些 跟背殼類 夾夾夾夾 那些 其實他們本身 已經是臘膏夾低 我們的身體 是應該要夾高立低 這樣才健康的 但是 本身那種食物 已經是臘膏夾低 它還要加鹽 不是臘膏更加高 這樣的話 對腎臟很大傷害 我們的腎臟本身設計出來 是排鴿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飲食 就倒轉了 臘膏夾低 就迫使腎臟整天要排鴿 迫使腎臟整天排鴿 腎臟會一路路過爐 最後來衰竭 所以 就會建議 少鹽 盡量少鹽 不要那麼多調味料 而且我剛剛星期三 我先講一個 我先講一個中風 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 用藥 強行降低血壓 是會令人很容易提早幻想 沒有記性和老人痴癌 是的 所以 它建議你 我們不是鼓勵血壓高是好 而是說 應該從整體的生活和飲食上 改善你的新陳代謝 不用用藥來降低血壓 而是用生活和飲食的方式 來降低血壓 不要用藥硬硬硬 用藥硬硬硬 你就會容易 患上老人痴癌 阿爾似文海士症 那些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身體要血壓高 是因為我們要把血膨上腦 OK 但如果你強行降低它 血就不多上腦 結果你就會慢慢退化 但問題是 我們可以用正常的飲食和代謝的方式 令到 我們不用用這麼大的壓力 血都上腦 如果你能夠調整好你的循環 不用用這麼大的壓力上腦 那你便不用高血壓 但腦又有充足血液的流動 但如果你說 我不是的 我飲食又不差的 有什麼 硬要用藥來按住呢 你就會發現 除了血壓指數之外 你全身所有的機能 都是慢慢慢慢退化的 尤其是老人痴癌 那這個 就講明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為什麼現在現代人 這麼多人越來越沒有記性 有很大的原因 但他們就不 因為他們 只是在課程裡面 就是在整個醫療課程裡面 是較量的一 就是對疾病的無力感 他們根本整個醫學課程裡面 都說什麼病 不可以醫什麼病 基本所有就不可以醫的了 藥廠的教育是什麼 用藥控制 所以根本他們不會認識另一種方法 就是怎樣用一些飲食 生活的習慣 或者運動的方式 去改善人的新陳代症 你不去做這些事 你就只會用藥 結果全世界的人都做了藥物消費者 你只看一件事 在2003年和2014年 分別出了兩份報告書 一份就是第七號報告書 還是第八號報告書 我那天才講的 第七號報告書 就根據一些觀察性報告 由整班專家坐下傾血壓 定了120至140 就為之叫做前期高血壓 建議食藥 跟著140叫做高血壓 要食藥 但是在2014年 即十年前 有一份雙盲研究對照出了 當然就比觀察性報告高級很多 就發現原來這樣是不對的 是什麼呢 是60歲以上的老人家 更加不要說60歲以下了 它說150或以上才需要建議食藥 150或以下食藥是沒有作用 而且有害 好了 結果這份報告一出了 一晚之間 那份報告是2014年12月出的 12月尾出的 這份報告一出 美國當日一一出 美國有500萬人已經不信 即立即不是高血壓患者 接著引致美國一個醫療界的震盪 就是什麼呢 美國好幾間藥廠 立即撤回所有的醫療研究經費 迫使這個報告停止 原因是因為 一晚這樣做 他們計算數 一會一個月不見幾十億美金 那你想想 OK 明白 所以我們的市民 如果真的要知道 關於一些真正的健康 就真的要聽 真的要聽我們說 不要經常吃藥 我告訴你真是沒有益的 OK 真是很大的問題 而且再加上 那個外國都有很多的研究報告 就講開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講開 美國剛剛前兩年有一個營業學家 退休的 它就說 其實現代人很多時候那些不健康 除了吃藥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吃太多不健康的健康產品 那什麼叫做不健康的健康產品呢 第一就是吃些身體不必要的 不必要的 第二就是什麼呢 就是吃太多有添加制 講開這方面的有趣話題 所以它說 因為這兩個原因 所以那些人可以尋找健康 變得更加不健康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所以凡是整傳營業學的教育 其實一部分都會告訴我 什麼叫健康 我們有什麼的營養是必要 有什麼營養是不必要 還有不要 還不是要交聲 我們怎麼看添加劑 今時今日這個社會 像長哥所說 你沒有辦法百分百避免 所以你一定要增強自己的知識 所以剛才長哥說的東西 我們都很坦白 我經常都跟朋友說 如果你要學會真正去吃生 你要上課的 長哥會教 是嗎 是的 這個事實來的 有些朋友問我 你懂得搞這些 我不是這個 我不懂得做食物 長哥就聰明了 我都經常去長哥吃東西 是的 真的 如果你不懂營養 你怎麼可以懂醫療 沒錯 我真的不明白 怎麼可以幾年的訓練 不去講營養 是的 在我們英國的順勢療法學院 裡面我們的前期課程 包括了解剖學 生理學 病理學 這些一定要懂 整傳營養學 還有古典花療學 你這些科目合作家 你才可以讀本科 如果不是不收生 而在十幾年前 譬如世界上 開始統一了 那個叫做 順勢療法的教育 基本來說 如果那個 順勢療法課程 前期 沒有剛才我講的科目 是不能夠註冊成為 順勢療法醫生 即是沒有註冊資格 所以長哥說得對 你連營養學都不懂 怎麼醫人 不要玩